欢迎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每一位的朋友参加今天的崇拜 假如你需要的程序表 请大家善用这个二维码 下载今天的程序表 如果你仔细留意 特别你是新来的朋友 我们程序表第一版 最底里有我们教会 每一个不同的线上的平台 请大家透过这些不同的平台 来到去紧贴教会的消息 为教会 为自己祈祷 也善用在网上 线上各样 适合你自己的属灵资源 我们一起追求在属灵上的成长 我们在崇拜的空间里面 外面我们的lobby有一个欢迎角 事实上因为很感恩 神不断带新的朋友 来到我们教会当中 所以无论你回了多久 可能我们都开始觉得 有些人不是很认识 所以欢迎大家 完成了崇拜之后 可以出去外面的欢迎角 我们彼此的互相认识 讲到线上的平台 我们今天的目者心声 在我们的church app里面 是由Pastor Karen 来到去赞写 写到关于行道的考验 请大家细心地来阅读 如果你已经来到了恩全一段时间 超过三个月 我们鼓励你考虑转会 加入教会 成为恩全家的一分子 我们一起的同心同行的 来到去走这条天路 小组牧养课程 今天就是截止了 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为什么我们都已经有小组了 为什么还要上小组牧养课程呢 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牧养的教会 你要明白小组牧养的理念 以至你能够进一步可以投入 喜教会和小组的生活当中 请大家来到今天去报名 如果需要查询的 请大家向江牧师来查询 我们在5月31号 家庭牧养全方位 就有这个 我与我的孩子谈性教育的 一个这么重要的题目 请大家来到去留意参加 我们今天就要截止报名 是因为我们在7月1号、2号 教会我们会有三个 相连的那些摊位 那些帐篷 就会在Strawberry Festival里面 这三个帐篷里面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摊位游戏 也都有三个很吸引的工作坊 包括展指 摊纸和石头彩繪 我们需要大量的义工人手 一方面到时你自己识了之余 可以教识我们一些有兴趣的 可能小朋友或者家长 一起学做这些手工 透过一起做手工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机会去接触它 认识它和它聊天 如果我们做这些手工的时候 我们也都可以制造了一批很有心思 你亲手做的小礼物 可以到时送给这些街坊 请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 来报名 来一起服侍 我们除了工作坊之外 我们还有不同的游戏摊位 包裹 有射击 有钓鸭仔 有抛斗袋 这些 我们也都需要大量的义工人手 在7月1号和2号 不同的时段那里 轮流在那个位置当值 我们有不同的位置 可以帮忙去做秩序管理 你也可以做一个亲善的大使 告诉街坊 我们这里又有这些游戏 这里又有这些工作坊 如果你想知道 多些关于教会的资料 你可以去我们的Information booth 所以我们需要 要丁姐妹来报名参加 如果你是没有参加小组的话 请大家善用教会上的连结 来报名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自己所属的小组 请你和你自己的小组的组长 和组员互相来去选择适当的时段 一起来报名参加 好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街坊要知道我们在那里 所以6月17号 我们就要总动员 这个不需要报名的 预料了你来的 那天早上我们就10点钟 会在教会Fellowship hall那里来集合 然后我们会有一齐祈祷的时间 然后才一起出发 所以那天早上的祖讨会 平时就是online举行的 但当日我们会移师10点钟 在这里来一起举行 我们一起带着祈祈祷的心 因为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 如果没有上帝他自己亲自的介入和参与 都是枉言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祈祈祷的心来一起来参与 在6月17号之前 大家都有一个可以参与的行动 就是我们好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一样 之前我们的十二支派会抽签分地 OE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探子地图 一个spy map 欢迎大家 无论你是自己个人报名来派的 或者你们整个小组共识了 一起来参加派哪一区都好 你们选定了一区之后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household一支针 就会在大堂外面的地图 上个星期已经有五位的探子 好像约书雅或者加勒那样 已经在这个地图上挤了五后针了 我们有百几二百个特兄姊妹 没理由只有这么小针的 我们鼓励你 今天完诵拜之后出去 如果你是小组的 你先跟小组共识了 但如果你是个别的 你也在那里挤你的针 以至到时候我们会看到 我们在6月17号 将会覆盖了一些什么的地方 我想我们在这边